这种相续循环的现象 永远存在 因此 善因一定敢善果 卧因一定敢卧报 老法斯说 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 如果要不提倡英国报应 把这些道理四十真相 向大家说清楚 将明白 让一切众生 齐心动念 能有所收敛 特别是在 现代这个时代 每一个国家地区 都极力的在尝道 民主 自由 开放 古时候 领导人的权威 家长的权威 司长的权威 长子的权威 在民主自由开放的环境之下 通通消失掉了 一般人民 可以说 可以说 无拥无所 要不懂得 英国报应四十的真相 他内 有贪嗔痴慢 烦恼的吸气 外有五欲六成的勾引 他怎么能不造罪业 怎么能不敢握报 过人 造业 受报 死小 如果社会上普遍都是这样 那就造成不堪设想的工业了 在这个环境之下 纵然 福菩萨 圣贤 通通出现在世间 也无可奈何 这个事实 我想诸位想想 都能够体会得到的 眼前的社会 就是四十的证明 老法斯在民国初年 这些口号 刚刚提倡的时候 他老人家有高度的智慧 就知道 往后这个社会的演变 日先给我们开了一副药房